大家好我是海螞蟲蟲 的排位主席 今天呢 我們來講解這個愛里這角色 那我們今天呢這個角色呢 也是我們的老熟人了啦 這個角色我覺得呢 他在各種排位 除了很頂端很頂端的局 比較沒有那麼特別好用以外 我覺得其他的局啊 只要你有愛里的基本的熟練度 掌握度的話只要打到後期其實這角色都後期還算蠻不錯的角色 那首先呢我們要先來講他怕的角色有哪些 愛里呢前期基本上很多角色都可以打他 但是他是一個後期呢 什麼角色他又都可以 打得誤開甚至可以打贏的一個角色他蠻奇妙的 首先我們先來講葉娜 葉娜的部分就是前期一定不好打 但後期呢 只要你大招有按出來沒有被他沉默到基本上都是有辦法打他的 再來就是夜叉 夜叉這個角色比較不一樣一點 夜叉呢就是 死康和愛里 只要綁到愛里就倒了 綁到就是輸 那佛洛倫呢就是看技術了 如果這個佛洛倫非常的黏 他的招接得非常漂亮的話 愛里是有機會被單殺的 但是呢愛里在跟佛洛倫對抗 之所以 愛里可以玩的 不錯 可以去 掙脫佛洛倫就是因為他開完大招後 只要你果斷全部的招都是拿來跑 或是說 你要促成單殺的話就是 你不要丟損以外 再來就是 你的 二技能 剛好躲到他的花 躲到兩躲 那就 蠻好贏的 可是也是需要你裝備 後期有出起來的情況 才會比較好打佛洛倫 那再來就是清燕的部分 清燕就蠻多人有問題了 愛里跟清燕呢這兩隻打起來 誰贏都不習慣 就是看誰蹲誰 愛里的標沒有丟到清燕的話 那這個清燕呢 基本上 其實是可以贏 贏下愛里是不難的 龍馬這角色呢 前期很好壓愛里 但是後期大後期一定打不贏愛里 那還有一隻就是 莫拉 莫拉我自己個人體感是前中後都沒有很舒服 除非呢你可能做一件 砍裝 例如說 愛里你塞一件 護衛軍戰盾 或是防甲 無所謂 反正就塞一件護防裝 都可以 那打莫拉 的話就可能會比較好打一點 那其他像斯科德啊之類的 斯科德也是前期很好打 但後期就會變成 愛里的補包 那再來我們就講 裝備的部分吧 大家對愛里 的裝備是 最多最多問題的 因為現在有這個 全服愛里 出這個半壇流派吧 對不對 然後叢林遊俠 以我的邏輯觀念來看的話 我會覺得愛里 出到那麼的 半壇 效益是不大的 就是 要這樣子選擇 那我不如換 別的角色來玩 那更好 就是 更硬 又更牽制的角色 那不如玩那些 對我來說啦 我的話我出裝 通常都是 居魂全能王者 這個就死神鐮刀 或是呢 你真的 不想要死神鐮刀 想要一件坦裝 你這邊要做仙靈 要做 反甲 白盾 護衛軍戰盾 然後或者是說你要出 衝鋒戰甲 甚至你要出炎盾 都無所謂 愛里我是推薦 只要 一件防裝 就好了 再來就是 愛里的這個技能上面啊 為什麼 不要出那麼 你可以看到 愛里 開完大招 他會有個特殊護盾 單次傷害不會超過 自己的最大生命值的 10% 所以說你撐越坦 你會 你那個承受越大傷害 就是承受越多 而且加上你可能要做一些 單殺的舉動 會傷害比較那麼不足一點 再來就是 愛里這角色性質本來就是拉扯 所以你出半壇 出全弓 都是在拉扯 當然 你的場次如果是 可能星耀或是 A4 甚至就是可能終端 那你玩個半壇愛里 其實 也是可以玩 這個裝備不一定是最對的 但是 他能讓你贏 那你喜歡 那你就用嘛 那再來就是 對空跟 拘魂的選擇 我愛里呢是能出拘魂就出拘魂 因為睡空 我自己用起來是 很不舒服啊 因為 開大之前 按睡空的話 可能還不錯 但是有時候你可能是在大的途中 才要按睡空 這個時候我就不知道這個睡空 到底有沒有用 我比較 趨向於 拘魂啦 比較多 那有可能是我對這個 開大後的睡空 最了解不周到 這兩件都不錯 就是看對面有沒有 吸血角色 有吸血角色我都一律出拘魂 沒有吸血角色我還是會出碎空 那再來就是 愛里的魔紋的部分 魔紋的這部分呢 我自己現在都是帶 惡魔覺醒 那為什麼不帶鬼爪呢 因為我覺得鬼爪效益不高 你看鬼爪就算你升級到滿 也才多38點的物理攻擊 但是擦骨呢 是一件 這個遊戲買不到的屬性 我不喜歡被控制嘛 對不對 擦骨可以 讓我省於被控更久的 這困擾 有些角色 會因為擦骨 差很多 例如說夜叉的勾 那再來附魔紋 我就是 會帶 這個 小兵斬殺 我不會選擇去帶賞星獵人就是因為 這算疊滿是48層嘛 但是你要考慮一下 你前期呢大概 最多可能三層四層了不起四層 八四三十二大概就這樣而已 不如用小兵斬殺 來穩住那個前期的發育 那再來就是煉金的部分 我自己 有時候也會帶煉金 但是我現在有點被惡魔覺醒慣壞了 煉金的話就是一樣這樣帶 然後這個就帶個聖珠 然後這裡再帶個 影刃 或是你不要帶聖珠 你這邊帶紅色的影刃 刹骨都可以 反正這個比較活活活一點 那從你有想呢我自己是也覺得不差啦 我現在已經已經被惡魔覺醒慣壞了 就我現在都只用惡魔覺醒 無論這部分就看你個人 我覺得這三種都是可行 那 奧義的部分都是 神劍 刺殺 純潔 就是很簡單 那再來接下來就是我們的 艾里 操作的部分 艾里這角色啊 接技方面呢是比較 簡單明瞭的 就他沒有那麼多特別的接法 他要注意的是你在所有的接技的 細節裡面 要把它做好 像我接技都會習慣說 懷格2期就會有一個強化普攻嘛 對不對 疊三層也會有一個強化普攻 最大連段就是 先疊一層 我先疊好了 然後蹲到人 然後就先丟 然後劈刀之後 二二接 這樣子 那 通常呢我在大招上面 我會怎麼樣做配置 看一下狀況 然後丟個標 然後這邊會有一個二技嘛 通常我們這邊會迂迴 然後 貼到人家臉我會先開大 開完大的時候先把這個強化普攻切出去之後再開始切 但是呢 這邊還有一個重點是 你不要一丟上去 二上去之後開完大 切 切 然後切迂迴嘛對不對 我通常 有時候會怎麼樣 如果一技的情況下我會先 就說 我這邊先疊了一層 好 我的一技又好了嘛對不對 我會先滑上去然後先丟然後再切 再切 這樣子呢 有時候如果你沒有乘數 你不會讓你的二技進入到CD 你會讓你的二技再多一層 就是有一個更保命的迂迴的空間 而且 二技貼臉之後丟標會比較好中 那再來就是 這個愛里的 一閃 他的 一 取決你閃現的位置 你基本上 你往哪邊丟都可以 你要 看你習慣你想往哪甩 無所謂你想往哪甩都可以 我往我往斜了 只要我 閃 按對方向 一閃都一定可以出來 就是 他是有一個moment點的 這個東西非常好用的就是在於 你在團戰中 滑來滑去的時候 換給對面後排來個 措手不及 這時候一閃就很不錯用 有時候我會接這個 二大然後閃 這個也是可以的 但是通常呢 不太會用到這一招 大閃就是拿來打主要控制在用的 我比較少用這一招 那接下來要注意的就是你可能 接氣的循環啦 可以在訓練營多抓那個感覺 有時候你可能會有這種被吃刀的情況下 可能你有一個環節 會多壞了一點點 有時候很急嘛 你就會按的比較急一點 那你的刀可能會因此而掉落 所以這個東西你可能就是要在訓練營去抓那個 你體感的時間 那以上是愛里的 最基礎基礎入門的 教學跟你所需要知道的知識 可能你有 我沒提到的問題你想問 那我也看到我就會回覆你喔 那你們的訂閱跟一個讚 這是我自取做這類型影片的動力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這個影片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